晚上好,今天做香菇蝦米饭。 首先泡发香菇,然后切丁。 就是这样啦。 鸡胸肉一片,把鸡胸肉切丁。 鸡胸肉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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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啦。 鸡胸肉切丁。 鸡胸肉切丁。 把虾米洗干净。 鸡胸肉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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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鸡胸肉切丁。 蒜米四半。 红葱仔四粒。 切碎。 鸡胸肉切丁。 鸡胸肉切丁。 生抽一汤匙。 鸡胸肉切丁。 鸡胸肉切丁。 塞油一茶匙 蚝油一汤匙 白米三杯 白米洗干净 把水沥干备用 适量胡椒粉倒入鸡肉内拌匀 鸡肉内拌匀 热锅烧油 把三米红葱放入锅内爆香 加入虾米 倒入鸡肉炒匀 加入酱料 翻译翻匀 加入香菇 加入蚝油 加入蚝油 把白米放入锅中炒一炒匀 然后放入饭锅内 然后放入饭锅内 加入蚝油 加入刚才泡发的香菇水 不够可以加清水哦 一共加了二杯半的水量哦 sudah太多了 加入蚝油 加入蚝油 好,现在就按煮饭按键了,等待它熟背 好了,开饭盖 哟,超香 把饭弄松一下,将吃起来口感更好哦 撒点葱花 香菇虾米饭完成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哦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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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